好啦 最後還有一點點時間來看 這個羅伊晨小姐我們問阿波老師 他告訴你 評論變成的原因 他們這個業園 最近的這個地方有這樣 超大超大這種 因為這個看起來暗暗 看不太對 但是就是說 沒關係啦 所以主要我們比較擔心的 是說他是不是有這個三 各三天 各進去 這種是這個黑麩麵 這是告訴你 一般來說就會有一點點麻煩 就說對這種黑麩麵來講 一般通常是比較難處理 因為那是小睡眠的麩麵 但是那是夏天的時候 比較會丟到 寒冷是比較沒有這個黑麩麵的這個問題 我們好朋友這個效果感到的這種 這一般看起來應該都是落菌 路菌病 這個落菌麵 為什麼沒有這樣判定 就是說你的黑麩麵 就是這樣一個黑麩麵 裡面有一個 一角一角 你看看他的白麩麵 剛好在黑麩麵的這個地方 讓他判定 這種都是一個 這個 路菌病 一個很電性的 這個黑麩麵 這個部分 一般來說 就是說他通常是這個氣孔的這個地方 我們在尋找一些氣孔 也在尋表微生上的這個 這個白麩 剛開始一角就一角 後來就一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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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呢 這通常會比較容易來判斷 判斷說這種應該是這個路菌病 所以我們在應用的這個 用藥的一個檔中 你可能就是要 尋找路菌病 來幫他做一個用藥 路菌病的這個用藥的時候 大概在核材裡面 這也是草頭狗藥 其實為什麼不少 路菌差不多就是幾種 曬座媚 達媚分 亞托民 還有一個是這個 曼普安 佛比巴克 一種都是這個路菌病 但是你說你也是要注意一下 在應用這種路菌的時候 就是說 最好是可以收經過 譬如說我們 做一支的這個曬座媚 或是這個達媚分 你就加一個快德寧 或是這個辛蒙奶埔這個 這種叫做草頭狗藥 不太好 但是它有預防的效果 你加一支這個治療性的這個用藥 比如說塞座媚 比如說打媚分 比如說這個亞托民 頂頂這個 你再加一支起來 來做處理 還是說這個曼普安 不要一次 這個結局那麼多 有的人說 啊 那如果沒有轉這個 叉叉叉叉就沒有效 沒有那種什麼東西 就是說一定就轉什麼油 就一比一中 因為這個 天氣 如果水冷的時候 這個氧氣減下去 它就很容易 去做這個漏氣減 這個漏氣減下去的時候 就很容易去做這些問題 有的人說 那個不知道是去 漏水檔 去握到這個 去做這種疫病還是怎麼樣 疫病我們剛才 做的漏氣減 它還要對疫病就都很好 所以 這個基本上 我們是要這樣用 這種東西 你一定要輪流用藥 你不能 絕對不可以登高級 啊 白客民最好用 我很喜歡用白客民 再加一支打妹分 這樣 什麼一比一中 好啦 你如果不相信 你如果不相信 你就打妹客民 算怎麼動聽的這個漏氣減 你再看看 連線三遍就好了 不用到第四遍 你也發現說 也是潑潑 這個漏氣減也是這樣而已 這個關係 所以我們有時候就是說 其實漏氣減已經有 例如擔油 已經有給它 控制好 但是它也算得到 我們如果可以配合 這個漏氣減的這個漏氣減就比較不適合 那個時間就可以拖長一點 算說 我們這個用藥的間隔 就不用擔心 我們變成就是可以 這個七天或十天 擔心一擔心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通常是擔心 我們沒有在七天的 沒有在七天擔心一擔心 那是台北班出現的時候 一般都是三天五天的 再擔心一擔心 現在三天 再擔心五天 再擔心七天 再擔心十天 這樣看天氣 不是說 搜尋裡面跟我們說 七到十天 有在這兒嚴重的時候 真的沒有辦法 這大概是這個 後來做參考 嗯